今天 在这里煮东西吃 没办法 穷人就这样 穷人家的就是这样 不像有钱人 是吧 有钱人什么都吃好的 看到我们没有 这就是农村的生活 没有钱的人 就是这样 煮面条吃就是这样煮的 不是每个人努力就能成功的 也不是说 每个人只要努力了就有钱的 有人说 你什么都不干 肯定穷啊 但是不是说干了就能有钱的 有些东西是说没有办法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